假新闻逼死苏启成 错 是外交部借假新闻逼死他 接受电台专访 前外交部长欧宏恋 说他是苏启成的殷亲 就他了解 外交官之死是外交部逼的 检讨会开了以后 真相才会明白 真相还没有明白之前 外交部怎么就开始 这个采取惩罚措施 主持代表处在开检讨会前 疑似已经先决定成熟内容 欧宏恋猎猜想 苏启成就是为了这件事 两度打电话想辩解 没想到电话中又遭羞辱 苏启成才会以死民智 在苏启成亲生后 外交部长吴娇献一直想找苏启成的遗伤谈话 所以遭到拒绝 但是苏家后来主动致电部长 就是为了要驻日代表谢长廷 别再说了 因为谢长廷一直在说苏启成有忧郁症 所以他去见了吴娇献 两件事 一个就是请你管制谢代表的罪 第二件请你尊重专业外交官 欧宏恋还称赞苏家连办追思会 都充满善意 面对欧宏恋的大爆料 外交部只说谢谢老长官的建议 只是该说的外交部都说了 不会再做回应 TV新闻正会报道 也要去跟其他国家 在这里 correspondoby了 陆司导的 可能请想认识